9月20号晚上6点多 温州平阳交警接到了群众报警 说有一个孩子受伤严重 急需送医 但由于附近路段 交通拥堵 请求交警帮助 由于当天正值假期 车辆较多 事发时 104国道上又有信号灯故障 出现了大面积拥堵 考虑到孩子出血较多 急救耽误不得 于是交警与报警人碰头后 立即拉起警笛 护送就医 三轮车靠边点 接到了这个报警的群众 然后我们用这个警车鸣笛 开到这个方式 引导这个群众 快速地通过了 其中的一些信号灯 六个信号灯 然后到达了平安新人民医院 最终 交警带着报警人的车子 仅仅用了10分钟就赶到了医院 为这个 三四 为触及到药害部位 只是在这个医院 进行了住院治疗 跟混合之后 没有什么大碍 遇见了 想到